11月1日,香港首届大湾区国际航运论坛在位于湾仔的会展中心举行,以新时代新飞越为主题,论坛以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围绕着航运、港口、物流、海事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致辞时表示,国家十字舞规划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均提出支持香港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特别支持香港发展高附加值专业的海运服务,并为内地企业提供此类服务。 。 大湾区国际航运论坛召集人赵世庆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疫情带来的挑战下 香港应充分利用固有优势与国家政策 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在十四五规划底下 香港的三个中心的位置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既是航运中心 同时又是金融中心跟国际的贸易中心 那么航运本身它就是一个综合体 我们有很多相关的产业 包括高值的金融服务 包括法律的服务等等 赵世庆表示 期望今后的论坛不仅限于在香港举办 也希望能在大湾区其他城市举办 促进大湾区内人流与信息流更好的沟通与交流 大湾区论坛今天是第一天 那么我们希望未来这个湾区的论坛 变成一个一年一度很长的一样的论坛 然后不仅是在香港 希望明年就可以直接回到 内地其他的湾区的城市 把我们的信息流 人流 把我们的集体的智慧赚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